约翰福音1章40到42节 约翰福音1章40到42节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列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 我们遇见尼赛亚了 尼赛亚翻出来不是基督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督 基督放出来就是基督 今天我们看头四个跟随耶稣的人 在这三节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名字 但是这里其实只提到两个门徒 其实这里只提到两个门徒的名字 另外有两个人是不在这里的 另外有两个人不在这里的 要猜的 要猜的 我上次问过你们 我们给你们考试 我上次问过你们要给你们考试 今天我们要知道四个门徒的名字 我们要知道四个门徒的名字 这四个是头四个跟随耶稣的门徒 这个是初头四个跟随耶稣的门徒 是哪四个 在哪四个 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 我们先来看 为什么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这么多的名字 我们先看为什么这段经文里面有这么多的名字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至少有两个名字 最少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自己家乡话 就是自己的母语 希伯来话的名字 一个是自己家乡话 希伯来话的名字 另外一个是希腊的名字 另外一个是希腊文 比如说基法就是希伯来文 比如基法就是希伯来文 彼得就是希腊文 彼得就是希腊文 都是同样的意思 就是同样的盘石的意思 好像是困石的意思 好像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好像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基督是希腊文 基督是希腊文 意思都是受高者 意思都是受高者 所以你看见神经里面有很多人 为什么好像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迪土马的多马 一个叫多马 迪土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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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土马的多马 迪土马的多马 两个都是双生子的意思 两个都是双生子的意思 又有一个姐妹叫做大彼大 有个姐妹叫大彼大 或者叫多家 或者叫多家 这是同样的意思 都是同样的意思 是领养的意思 是领养的意思 所以看起来他们好像有两个名字 所以看起来他们好像有两个名字 其实是只有一个名字 其实就只有一个名字 而且他们翻译的时候 都是翻译那个名义 不是翻译那个声音的 而且他们翻译的时候 都是翻译他们的意思 不是翻译这个声音的 所以我们习惯了 我们就知道 原来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名字 所以我们习惯之后 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名字 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美国 好像今天我们在美国 我们有很多东西都要不同的名字 我们用对的都要不同的名字 我们用对的都要不同的名字 好像药房 就是中文 中文 drugstore 是英文 drugstore 是英文 pharmacy 是希腊文 pharmacy 是希腊文 心脏医生 是中文 心脏医生 是中文 heart doctor 是英文 heart doctor cardiologist 是一个希腊文 cardiologist 是希腊文 所以 就好像当日 他们一样 就是用了不同的语言 来讲他们的声名 所以当然都是一样 用不同的语言来 讲到他们的名字 当时的人还没有这种叫做姓名的系统 当时的人还没有姓名这个系统 我们中国是最早有姓名的 中国是最早有姓名的 我们伸出来是跟爸爸的姓 伸出来跟爸爸的姓 所以就有一个姓 有一个名 所以有一个姓 有一个名 但是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这种姓名的系统 但是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没有姓名这个系统 如果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 譬如说彼得 譬如有一个人叫彼得 那很多人都叫彼得 但很多人都叫彼得 那怎么分呢 那怎么分呢 那怎么分他们呢 彼得原来的名字是西门 彼得原来的名字是西门 西门 就是从旧约的思念来的 那到底是哪一个西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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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叫西门 很多人都叫西门 哦 就说了 他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哦 那就是他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是安德烈的哥哥西门 安德烈的哥哥西门 所以讲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就常常会提到另外许多名字 所以讲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很多时候提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这里虽然有很多名字 但是我们只要记住 最初认识耶稣的是哪两个人 所以这里虽然有很多名字 但是我们只要记住 最初认识耶稣是哪两个人 然后他们两个人 跟着带了两个人来 然后他们两个人 跟着再带了两个人来 带了他们的哥哥来 带他们的哥哥来 带他们的哥哥来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是安德烈带了他的哥哥西门来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安德烈带的哥哥西门来 西门去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一看着他 就说你要改名叫做基法就是彼得 西门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跟他说你要改名叫基法就是彼得 所以这里我们最重要的认识就是安德烈跟彼得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认识在这里就是安德烈和彼得 其实应该有四个人 其实应该有四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日跟随耶稣跟他住在一个地方 住了一个晚上都死了两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日和耶稣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两个人 他只交代了一个 他只交代了一个 他说其中一个是西门比德兄弟安德烈 是西门比德兄弟安德烈 所以他只交代了一个是安德烈 所以他只交代了一个是安德烈 那为什么另外一个没有说呢 为什么另外一个没有说呢 这个很奇怪是不是 好像很奇怪 如果你要交代了 当然交代了两个人 如果你要交代了两个人 为什么要交代了一个人 为什么要交代了一个人 不交代了另外一个人 因为另外一个人就是写书的人自己 他就不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 他就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 所以就没有提他自己 所以没有提过自己 他常常都是这样 他时期都是这样 他整本约翰福音 整本约翰福音 没有写过他自己的名字 他没有写过自己的名字 他提到自己的时候 就是说主所爱的那门徒 他提到自己的时候就说主所爱的门徒 就好像用了一个笔名一样 好像用了一个笔名一样 笔名是大卫 笔名是大卫 因为大卫的意思就是蒙爱者 大卫的意思就是蒙爱者 就是他主所爱的那个门徒 是主所爱的门徒 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安德里也带了他哥哥彼得 这里讲说安德里带了他哥哥彼得来见耶稣 约翰也带了他的哥哥雅各 约翰也带了他哥哥雅各 所以这里没有说 但是我们知道 他一定是带了他的哥哥雅各来 虽然这里没有说 但是我们知道 他一定是带了他哥哥雅各 所以最早的四个门徒就是什么 所以最早四个门徒就是什么 所以最早四个门徒就是什么 亚各约翰 亚各约翰安德里 四个 那这四个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四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他们会蒙族拣选呢 我们今天来看看他们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他们 我们看第四十节 我们看第四十节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里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里 这里讲的两个人 这里讲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本来都是约翰的门徒 他们都是在等候弥赛亚的出现 他们都是在等候尼赛亚的出现 他们跟随施约翰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跟随施约翰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施约翰就是上帝所派来的先知 当他们听到施约翰说 你看这个人就是上帝的羔羊 他们知道了 他们马上就转去跟随耶稣 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 不是因为我跟随耶稣就会很快成名了 不是因为跟随耶稣会很快成名 其实是刚刚相反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 施约翰比耶稣更有名 施约翰比耶稣更有名 所以如果他们是追求名气的话 如果他们追求名气的话 他们应该是跟施约翰 他们应该继续跟随施约翰 而不是跟随耶稣 所以他们是愿意做一个无名的传道者 所以他们愿意做一个无名的传道者 他们跟随耶稣去 去跟随耶稣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 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懂得隐藏自己 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懂得隐藏自己 约翰隐藏了他自己的名字 不写出来 约翰隐藏了他自己的名字 不写出来 安德烏是常常隐藏他自己的 安德烏都是时常隐藏他自己的 你看他们都从来 你看都很少看见这个安德烏在做什么事情 你很少看到安德烏在做什么 他是第一个可以说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他可以说是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可以成为他以后跨口的女友 他可以跨口说连主的最大弟子彼得都是我带来的 他可以说连耶稣最大的弟子彼得也是我带来的 他也可以抱怨为什么不忠用他 他也可以抱怨为什么不忠用他 因为主耶稣每一次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带几个门徒去的时候 因为主耶稣每一个重要的事 要带几个门徒去的时候 都只带三个人 只是带三个门徒 就是彼得雅各约翰 就是彼得雅各约翰 就是说前面最早认识主的这四个人里面 就只有安德烏是没有分的 所以最早遇到主的那四个门徒之中 只有安德烏是没有分的 每一次做什么事情都带他去的 每次做什么事都没有带过去 那这是可以使他抱怨的一个理由 也可以成为他一个抱怨的理由 我最早的最早第一个跟随耶稣的 我最早是第一个跟随耶稣的 怎么都看我不起 为什么看不起我呢 但是我们看见 这个安德烏并没有这种的问题 但我们看到安德烏并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是甘心情愿的做一个无名的人 因为他是甘心情愿做一个无名的人 在神的家里面 在神的家里面 最可怕的罪 最可怕的罪 是争权夺利 是争权夺利 很多教会里面出现问题 很多教会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有人分党派 因为有人分党派 为什么要分党派呢 为什么要分党派呢 就是因为想争取一些想做头 想争管理的权 这都是主所不喜悦的 我们的主喜欢我们 尽心尽力地去做好我们的事情 奉献我们的财干 奉献我们的恩赐 忠心做主的工作 奉献我们的财贯 奉献我们的恩赐 忠心做主的工作 不是真的要出头 不是真的要出头 主耶稣曾经教训他的门徒 主耶稣曾经教训他的门徒 外邦人当中 他们有领袖去管理他们 外邦人当中他们有领袖来管理他们 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 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 谁想做领袖 谁想做头的 谁想做人的 谁想做人的仆人 要做众人的仆人 要做人家的奴仆 要服侍人 不是要指挥别人 我们要千辈地服侍 要很勤劳地来做事 最好是徐教会人人做事 我希望没有一个是旁观者 我希望每一个是旁观者 人人都做事 人人都服侍 我们看见阿德烈 他可能不是一个灵性的人才 他讲话可能不多 也不喜欢在众人面前有什么演讲 但是我们知道他的人际关系很好 他大概很细心去观察别人 他大概很细心地观察别人 他为人也很随和 他为人也很随和 所以别人有事情的时候都是会找他 所以别人有事的时候都会来找他 他是没有名字的 好像完全不被人注意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没名的 好像完全没有被人注意的人 但是他不是一个卡拉斐 他不是一个卡拉斐 好奇怪啊 香港在拍电影 很早的时候他们拍电影 好奇怪 香港很早时候拍电影的时候 他们都用了很多英文的 他们都用很多英文 CAMERA ACTION 全部都用英文的 用英文来讲 Canafe都是英文来的 Canafe都是英文 我们知道这种叫做临记 我们知道这叫临记 就是临时请来做演员的 就是临时请来做演员的 只是一个背景而已 他是一个背景 是某某一个走过路的一个路人 是一个走过路的一个路人 或者是在餐馆里面吃饭的一个客人 你不知道他是谁的 他不用讲话的 那为什么叫他做Canafe 为什么叫他做Canafe 因为呢 是导演不会关心他 因为导演不会关心他 不会关心他存在不存在 不理他存不存在 他有没有来不要紧的 他有没有来找另外一个 他不来的话 除此可以找人代替 所以叫做Canafe 所以叫做Caefe Canafe 他们又翻译做Canafe Careafe 所以导演不会关心他 所以导演不会关心他 监制不会关心他 监制不会关心他 观众也不会关心他 观众也不会关心他 所以他是Carefree 就是Canafe 但是安德烈并不是一个依赖费 安德烈不是一个依赖费 他是乐于服事人的 他是乐于服事人的 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不像教会里面有很多信徒 不像教会里面有很多信徒 可能在神的国里面他真的是依赖费 可能在神的国里面他会成为一个依赖费 他什么事都不做 什么事都不管 什么事都不管 他只向在教会里面的客人 他就好像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客人 他就像是来看热闹的人 就是一个看热闹的人 但是他不是 这个安德烈不是 在神经里面有积赖费 他三次 圣经里面积赖费三次 他成为一个焦点的人物 成为一个焦点的人物 三次 第一次就在这里 第一次就在这里 他带领他的哥哥彼得来见耶稣 他带着哥哥彼得来见耶稣 所以很重要 他的名字第一次在这里带领别人 所以很重要 他的名字是第一次带领人的 第二次呢 现在第六章 第六章 当时有五千人听耶稣讲到 当时有五千人听耶稣讲到 一直讲一直讲到晚饭的时候 那些人还舍不得走 那些人还舍不得走 耶稣就对门徒说 耶稣就对门徒说 给他们吃吧 给他们吃 到晚饭时候了 现在是晚饭时 给他们吃吧 给他们吃 那些门徒就很伤脑筋 那些门徒就很伤脑筋 那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呢 五千人了 不是五个人了 五千个人 怎么给他们吃 安德烈他就带了一个小孩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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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孩子来 甘愿地奉献他的饭盒 给他 这个小孩子就很甘愿地奉献他的饭盒 里面有五个面包两条鱼 里面有五个面包两条鱼 我们的主教用着五饼二鱼 我们主要用这个五饼二鱼 为饭了五千人 这个是因为安德烈带了那个小孩子来 这个是因为安德烈带了这个小孩子来 第三次 第三次 是在第十二章 在十二章 有几个希腊人 有几个希腊人 他们想来见耶稣 想来见耶稣 那个腓力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这个腓力就不知道怎么做 哎呀 他要见耶稣怎么办呢 他们就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做呢 安德烈就马上知道 就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 带他们到耶稣面前 跟他们面对面 所以我们看见好几次 都是看见安德烈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次都是安德烈将人带来耶稣面前 他从来没有争取做一个讲员 他从来没有争取做一个讲员 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了 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 是彼得站起来讲道 是彼得站起来讲道 当然大家都站起来 当然大家都站起来 不过彼得在讲道 这个安德烈他没有讲道 安德烈他没有讲道 他没有做老师 他从来没有争取别人注意 他只愿意做个人的工作 他只愿意做个人的工作 做一个无名的传道者 一个一个的带人归向主 其实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个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你现在在教会里面 你现在在教会里面 有没有尽你的才能 尽你的力量 尽你的力量 服侍我们的主 好像安德烈一样 好像安德烈那样 我不希望我们中间有care fair 我不希望我们中间有care fair 你不一定要站在外面 站在讲台上面做什么服事 你不一定要站在讲台上面做服事 只是希望有人因着你的缘故 只希望有人因着你的缘故 认识了主 因着你的缘故 因着你的缘故 他们热心起来 他们热心起来 这就很重要 这个就很重要的 第二方面我们看见 他们是优先注意他们要做的事情 他们是优先注意他们要做的事情 四十一节他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 四十一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 当他认识主耶稣之后 当他认识主耶稣之后 他首先做什么事呢 首先做什么呢 先找自己的哥哥西门 然后先去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 中文神经翻译做先一个字 中文神经翻译先一个字 你看英文神经 英文神经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他要做的 第一件事他要做的 就是带领他哥哥来 就是带领他哥哥来 其实在希腊文的手抄本里面有两个版本 其实在希腊文的手抄本里面有两个版本 不知道是谁抄错了 不知道是谁抄错了 总是一定是有一个人抄错了 总是有一个人抄错了 那两个版本 一个是proton 一个是proton proton那就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马上要做 第一件马上要做的事 一个是proe 一个是proe 看起来呢 估计我们再猜想 我们估计呢 可能原来的字是proe 可能原来就是proe 因为那个e上面呢 有几个符号 因为e上面有几个符号 看起来好像一个t的字 看起来好像一个t 可能有人又把它误会 是一个t字 所以可能有人误会了 它是一个t字 后来就改成了proton 后来就变成proton 但是无论是proe也好 proton也好 都是很好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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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on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他马上要做 proton是第一件事 他第一件事马上要做的 proe是什么呢 proe是什么呢 proe是大清早 proe是大清早 很早很早 他就出去找他哥哥了 好早好早 他就出去找他的哥哥了 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知道呢 他们两个跟主耶稣相聚了一个晚上 我们知道他们两个跟主耶稣相聚了一个晚上 谈了一个晚上 他们知道了 这个就是米塞 这个是美赛 于是呢 他们清早 大清早 就同时两个人一定出去 都同时行动 所以他们一定是大清早出去 同时行动 两个都出去 回去找他们的哥哥 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 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我们找到米塞亚 我们找到基督了 他们大清早就去 第一件事就去 第一件事就去 他不会拖到中午 不会慢慢来 是马上立刻 优先要做的事情 什么事都可以放下来 什么事都可以放下来 你需要大清早来做 你需要大清早来做 一天开始之前 他就开始行动 一天开始之前 他就开始行动 日本人叫早安 日本人叫早晨 Ohayou Gozaimasu Ohayou Gozaimasu 他们每天都叫早安 他们每天都叫早安 但是他们的早安只叫到十点钟 但他们的早安只叫十点钟 十点钟之后呢 Kanichiwa 五安 十点钟就是五安 十点钟之后是五安 这个是好了 这个是大清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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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很多人睡醒的时候 已经叫Kanichiwa 但是很多人睡觉一起身就是五安 但是他们不是这样 他们大清早 他们大清早 他们就走去找他们的哥哥 去找他们的何科 因为他看这个事情 是优先要做的事情 因为他看这件事 是优先要做的事情 是非常紧急要做的事情 是非常感激的事情 你知道很多人在信仰上 有些人在信仰上面 是非常懒洋洋的 是非常懒洋洋的 教会的事工 天国的使命 他们都懒洋洋的 一点都不积极 他们都不把神的事情 放在首位 他们都不把神的事情放在首位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很多基督徒都是懒洋洋的 我们这些人叫做不冷不热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对神的话 是半信半疑的 不是完全的投入 不是完全的相信 对于将来上帝的审判 对于将来世界末日 所以耶稣要再来 他们不肯定是不是会发生的 他们不肯定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他们对神的话 并不是很相信 因为他们对神的话 并不是很相信 他说 谁知道呢 这个真的还是假的 谁知道 这个真还是假的 大家要死后才知道 要死了之后才知道 所以他不是这样讲 但是在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他在心里比较这样想 所以等我死了之后 才去找出来 到底是真是假的 所以他说 等我死了之后才找出来 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因为你对你自己的将来 完全不负责任的意思 因为你对你的将来 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你的将来是怎样 是决定你现在怎样 来相信 怎样的决定 你的将来 根据现在 你如何决定 如何相信 如果你对神的话语 对神的应许 完全没有完全相信的态度 如果你对神的说话 神的应许 没有完全相信的程度 你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你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你只顺从肉体的想望 做一些愚蠢的决定 那是很可怜的事情 你想想看 我们有多少次 我们后悔没有早做决定 我们后悔没有早做决定 我们没有很早的去行事 早一点的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 一直到我们错失了一些机会 就是差了一分钟赶不上飞机 一分钟赶不上飞机 哇 好像那个 你们有看到那个机场大神 他赶不上那个飞机 他赶不上这个飞机 在香港的国际机场发生 他就躺在那个机场的地上 他就躺在机场的地上 他就插那个地板 插那个地板 大声的哭叫 好像那一班飞机 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地球 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地球 这个地球毁灭 我最后一班飞机走了 走不倒 这个地球要毁灭 这个最后的飞机的創造 现在你大夫大叫 很多人要包围着他 要帮助他 很多人唯悦他想帮他 其实他那班飞机 并不是最后一班飞机 他还有机会 他虽然后悔他迟到了 他虽然后悔他迟到了 但是并不是绝望 那只是后悔而已 只是后悔 为什么不早几分钟到机场去呢 但是你要知道 将来你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 将来你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后悔是很可怕的 这个时候的后悔是很可怕的 是永远没有办法补偿的 是永远没有办法补偿的 是没有办法再回头再做决定的 是没有第二次的机会的 是没有第二次的机会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做一个无所谓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不应该做一个无所谓的基督徒 不要做一个懒洋洋的基督徒 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不要做一个不冷不冷的基督徒 主耶稣说你们要献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那个献字就是proton 第一件事你们第一件事 就要求祂的国求祂的义 其他的事情你可以放下来 可以放在赐料的地位上 神的事情要放在第一位 你的人生才会真正的美好 你的人生才会真正的美好 你才会看见神的同在 你会看见神的祝福 看见神的祝福 你是不是装心意义的 用心的处理属于上帝的事情 譬如说你来敬拜主 你是不是装心意义就是来敬拜主 还是你在这里的时候 你的心是在别的地方 而你在这里的时候 你的心在第二个 你是不是打开你的手机 你是不是打开你的手机 等着有些骚扰的人打电话给你 等到有些人要来打电话给你 你是不是想说我做完礼拜 我要去做那个工作 你要赚那个钱 你是不是想我做完礼拜 要去做这个工作 赚那钱 当你在这里做礼拜的时候 当你在这里做礼拜的时候 你的心不是在这里做礼拜 你的心不是在这里做礼拜 那你跟外面那些礼拜天去溜狗的 跟那些礼拜天去打麻将的人 有什么分别 那你跟外面礼拜天去放狗的 或者是打麻将的人有什么分别 只不过是五十步 要一百步而已 只是五十步、四十步、八步 到底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到底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我们应该优先处理 我们要把属于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件事 第三方面 我们看见他们是很积极去分享的 我们看到他们很积极地去分享 他们马上去找到他们的哥哥 对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 我们遇见弥赛亚 如果我们再读下去 我们再继续读下去 下面有几节经文里面 下面几节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到 有头六个门徒 我们会看到头六个门徒 这六个人 都是有三个带领三个来的 都是有三个带领三个来的 安德烈带领他的哥哥彼得 安德烈带他的哥哥彼得 约翰带他的哥哥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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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费力 带他的朋友拿单叶 带他的朋友拿单叶 所以是三个人带了另外三个人来 所以是三个人带了另外三个人来 原来历世历代 神都在使用这个方法 历世历代神都在使用这个方法 使用这样的人 来把福音传开 将这个福音传开 使用一些人很主动的 带领自己的亲戚朋友 来跟随主 使用一些人很主动的带他们的亲戚朋友来 他们一发现耶稣基督就是真的那个彌赛亚 当他们发现耶稣基督是真的彌赛亚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去告诉他们的亲友 我们遇见彌赛亚 我们遇见彌赛亚了 今天当你找到耶稣基督 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助 你就能够得到平安 我们有没有这种积极的态度 我们有没有这个积极的态度 把你心中所得到的那种福音传给别人 很多时候我们很错误的以为 传福音的工作 是那些布道家做的事 是那些传道人做的事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大布道家 我们需要更多大的布道家 我们要希望很多 好像二十世纪的Pilligram 我们有很多二十世纪的Pilligram 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开布道大会 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开布道大会 每一次有一千人觉知悔感 你以为这个就是神工作的方式 你想想看 现在全世界有七十亿的人口 还有四十五亿的人 是没有听过耶稣的 五亿的人是没有听过耶稣的 四十五亿 四十五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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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没有听过福音 他们是没有听过福音 他们没有听过福音 他们没有机会认识主的 如果这个布道家 我们有很多布道家 每一年得到一万人信主 他们能够得到一万人信主 每一年一万人信主 每年都可以得到一万人信主 多不多? 很多了 也要四十五万年才能够传遍天下 要全遍天下万要四十五万年 但是现在我们有二十五亿的基督徒 我们现在大概有二十五亿的基督徒 如果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人带另外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人带一个人来 一年带一个人信主 一年带一个人信主 你两年之后 两年之后 就传遍了天下 我们推一步来说 我们推一步来说 就算我们的基督徒都做得比较慢 就算我们所有基督徒做得比较慢 我们要十年才能够带一个人信主 我们要十年才能够带一个人信主 说起来也就是十几年而已 说起来都是十几年 所以到底神要使用什么人来传福音呢? 所以到底神要用什么人来传福音呢? 神要使用大葡导家还是使用我们呢? 他要使用大葡导家还是使用我们? 当然神要使用大葡导家 当然神要使用大葡导家 但是神更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神更加要使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使用每一个基督徒 使用每一个忠心爱主的人 要尽力向他们亲友 来做见证 我告诉你 越靠近这个世界末日 我们越要这样做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说起来是五六十年前 说起来是五六十年前 半个世纪以前 半个世纪以前 那个时候在台湾、在香港 在台湾、在香港 常常都有街头步道 常常都有街头步道 我们那个时候拿一个首封琴 那时候拿一个首封琴 写一张大大的唱歌的歌纸 写一张大的歌词 于是就挂在那里 大家就唱诗歌 就挂起 一拉琴的首封琴 有很多人就停下来 听你讲这什么 一拉首封琴 有很多人会停下来 看你要讲什么 现在时代不一样 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 你在这样做 你再这样做 没有人停下来的 没有人会停下来 没有人会停下来 你有没有看过 你有没有看过 我看过了很多次 我看过了很多次 我在那个New York Times Square那里 在New York Times Square那里 有一个传统人很努力地站在街头 大声地在讲道 有个传统人很努力地在街上大声广告 那些人就是人来人往 没有人停下来听他讲 但是人来人往 是没有人停下来听他讲的 这个时代不一样 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 没有人会停下来听 没有人会停下来听你 为什么这个时代会不一样呢 因为现在是罪恶泛滥的时代 因为这个是罪恶泛滥的时代 这个是罪恶充满世界的时代 这个是罪恶充满世界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众人 大家 很多人都犯罪很深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大家 很多人都犯罪很深的时代 所以你看见这个时代 有很多患病的人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代 有很多患病的人 有很多人患上不知之症 有很多人患上不知之症 医院里面充满了这些地步好的病人 越来越多 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看见这么多的病人 没有听过那么多的病人 没有听过那么多绝症的人 因为现在的罪恶非常深重 因为现在的罪恶也很深重 人人都被这个罪恶捆绑 现在上瘾的人很多是不是 现在是 上瘾的人 上瘾的人很多 上手机的瘾 上手机的人 有些人整天这个手机就是他的老婆一样 有些人对他的手机好像他老婆一样 有些人电子用CG就是他的瘾 有些人上电子游戏机的人 有些上了色情妄业的人 有些上了色情妄业的人 大家都在上瘾 沉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 沉迷他们自己的小天地里面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从来不愿意出门的 以前我们的年轻人到处都充满了活力 到处就跑 什么活动都参加 现在的青年人 什么活动都不参加 整天就躲在房间里面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不分日夜 沉迷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 我告诉你 这些人很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这些人是从来不会求主帮助的 他们是拒绝主的帮助的 拒绝主的帮助 当一个人在罪恶里面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拒绝去见神的面 躲避神的面 就好像亚当夏娃一样 他一犯罪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躲避神 不感谢神的面 今天的人就是这样的 他们拒绝教会 拒绝任何的布道会 拒绝任何的布道会 这些人唯一的希望是什么呢 就是要关心他们的亲戚朋友 他们需要有些个别的关怀 他们需要有个别的关怀 需要有人耐心地来陪伴他们 需要有人耐心地陪伴他们 带领他们走出他们自己的那个象牙堂 让他们的心灵能够开放 去接受这种心灵的新的挑战 这些人他们沉迷在这些不应该沉迷的地方 这些人他们沉迷在一些不应该沉迷的地方 有很多刚刚来美国的中国人 他们抗拒信仰 认为这个是迷信的东西 他们误会 以为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个孤独 我们是不需要别人的 我们只要靠自己 我们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 不是的 他们是假装他们活得好 他们是假装他们活得好 别人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 人家做什么他又跟着做什么 他们就觉得我醒了没有问题了 他们觉得我可以了没有说 但是其实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没有激情 其实他们的内心是没有激情 没有波动 没有波动 没有热力 没有期望 心里面其实是烦闷无聊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他们也不想让人家看见他们失败 所以别人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 别人有什么他们也有什么 别人有什么他又有什么 他们只是想告诉别人说 他们只是想告诉别人说 我们活得很好 没有问题 其实他们很孤单 因为这些人他们从来不想到要帮助别人 因为那些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帮助别人 因为他们从来不想打开他们的心灵 去跟别人谈这个人生 对于他们来说 对于他们来说 所有人都是孤岛 所有人都是孤岛 你不要管我 你不要理我 我心里面想什么你不用管 我也不管你的心想什么 我也都不会想你 他们以为这样 就是一种好的生活 因为很多时候人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他们寻求什么 他们得不到 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得不到 在美国有很多研究癌症中心 美国有很多癌症的研究中心 被人家骂 被人家骂什么呢 把他们浪费了这些研究的经费 因为很多这些研究中心 研究了很多年 都不能发表一种肯定 能够医好你的癌症的药物出来 都不能够发表肯定的能够医治癌症 他们找不到一个方法肯定100%能够医好你的癌症 他们没有办法找到一种药物是100%能够医好你的癌症 所以大家都说他们浪费时间 浪费金钱 研究了这么多干什么 研究了这么多是做什么 其实他们研究了很多东西出来 其实他们研究了很多东西出来 他们发现了很多防止癌症的东西 他们发现了很多防止癌症的事情 防癌的方法 他们只能够告诉你 他只能够告诉你 你如果不想患上癌症的话 如果你不想患上癌症的话 你应该吃哪一种食物 你应该吃什么食物 你应该有一个好的一种团体或者团企的生活 你要有一个好的团体的生活 你也应该多活动 不要懒惰 不要常常坐 不要常常躺下 你不要常常坐在那里 他们告诉你很多方法 他们告诉你很多方法 你只要跟着他们做 你只要跟着他们做 癌症是远离你的 眼睛就会远离你的 但是他们发表的东西都是预防性的 但他们所发表的都是预防性的 很多人根本就不想听 很多人根本就不想听 他们不理会他们的建议 他们不理会他们的建议 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他们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到了后来 发现哎呀我患了cancer了 发现他们患了cancer 怎么办 你办呢 好像太晚了 哎呀找这个医生找那个医生 找了很多办法都治不好 但都是医不好 你以为现在化疗很了不起吗 你以为现在化疗很了不起吗 如果你接受化疗 有80%的机会你是死去的 有80%的机会是医不好你的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很多人就是不关心 什么是对他们好的 很多人就是不关心 什么会对他们好的 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有需要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有需要的 有一次我跟一个患上癌症的人谈话 有一次我跟一个患上癌症的人讲了很多事情 其中呢我们谈到关于食物的事情 其中呢我们谈到关于食物的事情 我想了解一下 一下他平常的食物 有没有注意他的食物 我想了解一下他平时吃东西 有没有注意到他的食物 他马上就说 他马上就说 我的食物没有问题 我的食物是没有问题 我都是买有机食物吃的 我都是吃有机的食物 他想一句话就封住我的嘴 他想一句话就封住我的嘴 我不是食料专家 我是食料专家 我当然不能再讲下去了 我当然不能够继续 他以为有机食物就是万能的食物 你以为有机就是万能的 其实有机食物是什么呢 其实什么是有机的食物 有机食物 并不是说它多一些营养 有机食物就是说它多一些营养 是没有化学毒素的 没有化学毒素 它不是神奇能够医百病的东西 它不是神奇能够医百病的食物 那些癌症的研究中心 它能够告诉你 你要吃哪一种食物 你要吸收哪一种营养 要吸收什么营养 相信的人非常的少 但是相信的人不多 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他们自己的需要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只要我们注意一下 只要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检查我们心灵的需要 检查我们心灵的需要 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真正的需要就是我们的 真正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主 当一个人有了主之后 他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 他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 安德烈只是很积极地做一件事 安德烈就是很积极地做一件事 就是很努力地把人带到基督面前 就是很努力地把人带到基督面前 那些人可能都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这些人也可能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但是他就会告诉你什么是你真正的需要 但安德烈就是放在什么来真正的需要 我们遇见以赛亚了 我们遇见没错 以赛亚就是我们的需要 他就把人带到基督面前 就让主来做余下的工作 所以他带着彼得来见耶稣 所以他带着彼得来见耶稣 耶稣就看着彼得 这里讲耶稣看着彼得 他用这个看字 不是普通的看 不是普通的看 在希腊文普通的看是bleplo 普通的看就是bleplo 这里用耶稣看着他的时候是用embleplo 这里说耶稣看着他的时候就是用embleplo embleplo就是很深深地来看他 明示着他 看到他里面去 看到他里面 看到他里面 看到他的将来 看到他的权力 看到他的前面 所以就说你要改名字 所以我说你错了 你要改这个名 他原来叫西门 西门就叫西面 他大概是西面之派的 他可能是西面之派 很多人都会用他祖宗的 祖先的一些名字 就为自己命名 很多人都会用自己的名字 可以说西门他的性情 也好像他的祖先西面一样 也可以说西门他的性情 也好像他的祖先西面一样 西面是什么人 是冲动的 很冲动 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用暴力来解决事情 他就很冲动 用暴力去杀掉了世界很多的人 他就用冲动用暴力去杀掉很多人 那个世界主的人 他就对他们杀掉了 是死金 死金的人才可以杀 但是主耶稣看到彼得 但主耶稣看到彼得 说你的名字要改了 你要改这个名字 不要再叫西门 不要再叫西门 要叫彼得 要叫彼得 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 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 主耶稣看见的是他的潜力 是看到他的将来 主耶稣看到他是他的潜力 主看见他将会是教会的那种台座 所以你要改名字叫磐石 所以要改名叫磐石 主要彻底地改造他 要使他像磐石一样的坚定 要负担起建造初情教会的重要 要负担起建立开头教会的重要 我们主能够这样把一个人改造成功 把一个冲动的人 把一个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 把一个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 改变成为教会的台座 改变成为教会的台座 台湾的吕大豪 台湾的吕大豪 他本来是台湾黑社会 主联邦的头一头的打手 他本来是捉联邦的黑社会头一头的打手 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 一个残酷的人 他一个人可以打十几个人 可以把他们杀死 一个人可以杀死十几个人 但是主改变了他 主改变了他 在他坐牢期间 借着一个姐妹不断地写信来劝他回去 借着一个姐妹不断地写信 劝他悔改 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后来出来了 提早释放他 提早释放 成了一个模范的丈夫 成为一个模范的丈夫 他就娶了那个姐妹为妻子 娶了那个姐妹做他老婆 做了模范的父亲 做了一个模范的父亲 现在成为一个模范的 温柔的教会牧师 他说神的话很奇妙 他说神的话很奇妙 能够把一个暴雷的人 变成一个温柔 将一个暴雷的人变为一个温柔的人 我们主也改变了香港的黑社会大哥 主也都改变了香港的一个核社会大哥 红汉义 改变了他 改变了他 叫做Teddy哥 Teddy哥的黑社会大王 他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挣扎 到最后他彻底的悔改 做了一个传道人 带领他手下三千几个人 带领他们到教会去 然后不断地开了好几个黑社会的教会 所以他开了好多间黑社会的教会 在香港开了一个黑社会人士的教会 在香港开了一个黑社会 然后跑到台湾去开 然后去台湾开 而且到中国大陆去传 而且到中国大陆去传 他本来是带领几千人的黑社会大哥 本来是带领几千人的黑社会大哥 本来是一个带领几千人的黑社会大陆 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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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今天也可以同样的对你说 主今天也可以同样的对你说 你只要把生命交给我 你只要把生命交给我 我可以使你达到你人生的高峰 我可以使你达到你人生的高峰 能够使你做成你能够做成的事情 能够使你能够成功地做你想做的事情 只要你的生命能够彻底的改变过来 把一个地狱之子变成天堂之子 我们的主看见我们的那种潜力 看见我们的能力 看见我们的将来 看见我们的需要 我们只要信靠他 他常常都在等候我们 他时时在那边等我们 我们要常常在主人面前做好我们的准备 我们要时常在主人面前做我们的准备 我们要做决定 我们要做决定 我们要一生一世的来跟从他 一生一世的跟从他 我们一同来唱这首歌 我们要成立圈子召唤 石架有地方 大家要背包 我们就站起来 石架仍然有地方 为我们 预优的墨赌 圣语 圣诚 等给我这风传点 胜过最深的泉 过过的海洋 释迦有地方为你 释迦有地方为你 随我的心来 任教会给你 在思想有地方为你 千万人一等主为有 大海洋也轻易解放 旧族安安 任何时代 花银成人回来 不要再等待 在思想有地方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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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低道祷告 我们低道祷告 神来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降世为人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开了一个救恩的大门 让我们可以 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 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只要来到你的那里 我们的人生就会彻底的改变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这个奇妙的恩典 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 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 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清楚 这种是何等的恩典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分享这个恩典 怎么样分享这个救恩典给别人 把我们所惯心的人 都带到你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有能力 做你的精病 为这个天国打那美好的仗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让我们尽全力的 人服侍我们的主 等候你的再来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